哈囉,大家好,我是阿斯 喜歡我的頻道,請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G,FB,Twitch,Bilibili還有Discord 好,那今天在電視解鎖有功放這邊 有功到了最新的系統 神兵,神兵系統 那神兵系統可以 呃,將 絕品跟基品英靈 都將解鎖全新的五階的兵刃 然後可以獲得全新的兵刃屬性加成 那可以透過神兵 化增解鎖全新的神兵技能 那現在下一個版本想先開啟的神兵技能 英靈是英劍瓶、風寒月、白碗跟主角三人組 英靈技能還沒有 好,再來 第一個介紹的是英劍瓶的九儀千尊劍 技能是 烈焰空百戰 造成或受到傷害的時候獲得續戰狀態 持續一回合 那續戰就是主動攻擊 對戰前驅散自身所有禁療類的 所有禁療類的狀態 且恢復15到35%的氣血 那這個15到35%怎麼看的 咦?沒有血 英劍瓶本身有 部署導引技能 然後 神兵的技能是在強化回血跟自身的驅散 使得英劍瓶可以很多時候可以無視禁療類的狀態能力 提高PVE跟PVP的生存 可是這要怎麼裝備啊 嗯... 這邊好像沒有特別講 好,我們先看過去 好,再來是風寒月 風魂神劍 嗯?這把在神魔之尊狀有出現過嗎? 好像沒有 這把是... 這把的技能是雙天月華 對已有磁環內的敵人 再一次施加磁環狀態 60到100%的機率 施加雙凱的狀態持續兩回合 好像還好 就是重複... 施加效能浪費 同時強化的風寒月控制能力上限 新... 哦...主要是... 哦...雙劫啦 跟赤環不一樣 然後是無法護衛 然後... 擁有層面技能的風寒月 可以不會這樣... 哦...就是一直... 不斷的赤環跟雙劫啦 好 那這個機率是指星數的概念嗎? 一一主要有星數去做機率的... 呃... 負面狀態嗎? 看起來是這樣 好,但是白晚齁 星月分輝 回合開始的時候 驅散三格內 所有攜帶神類狀態的友方 剩下兩個有害狀態 並恢復氣血齁 恢復量為 施數則法攻的0.1到0.5倍 好 那...擁有神兵技能的白晚和 黃斧生 輕微剛好 李蕭爾等一年一起上場 可以極大降低各種BOSS挑戰齁 呃... 不過... 你身上要有... 要有神類啦 那神兵技能... 神兵技能... OK好... 就這樣... 魂天使玉子良 莫攻天下 觸發追擊以後 30到58的機率是 所有主動絕對人血血減2 我覺得這個還不錯啦 人血時間有減2 這個我覺得還不錯 好,再來是余希的天法靈環 靈璽萬運 行動結束時 若本回合使用過傷害絕血 為全場氣血墜地2個友方 恢復氣血喔 不過這邊有特別講是傷害 那恢復氣血量是0.6到1倍 好,再來是... 1的... 鎮定乾坤 大招是大快躲移 行動結束時 若本回合為主動攻擊 獲得吃飽辣狀態 若以攜帶吃飽辣狀態 則轉化成格... 格...打格的格 那... 吃飽狀態的話 是受治療效果提高15... 欸...10%到30% 不可去散齁 遭受對戰... 遭受攻擊對戰後消失 那打格呢... 是... 受治療傷害提高10一樣 然後這個是爆擊率和被爆擊率降低20%齁 呵呵... 還不錯啦 還不錯的技能啊 就還... 多加一點點東西這樣子 好 就這樣子喔 這次就這樣 我覺得遺失量的還不錯 可是這個技能是附加在兵器上面的嗎 應該是不用... 放到技能欄了吧 應該是不用 那這個%數應該是指星數... 高低的關係吧 應該是 好啦... 那今天就介紹到這邊啦 那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G、FB、Twitch、Bilibili 還有DXGO 感謝各位 今天的收看...掰掰